在2013年我国发布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14到2020 那么2014年又推出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至2060 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提高自然灾害预防预警和应急管理工作 做出了全面的系统的部署 在2018年10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专题研究提高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急管理工作 特别提出要实施若干重大工程 同时要排除一些隐患和薄弱环节 另外高度重视我国应急装备技术水平等等 对我们较长一段时间应急管理做出了全面部署 另外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28个省地市 作为气候变化适应工作的试点城市 进一步探索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手段 探索一批可复制和推广的现代城市的应急管理经验 我们要积极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在气候适应方面的管理经验 工程实施以及预防预警这个能力的建设 加强国际合作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与广大发展国家利用南南合作的机制平台 交流我们气候适应的这种经验 共同来提高气候适应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